这里就是旧金山的Tanderloin District 78岁的月一妇女就是在这附近遭到无故的殴打 那么她的儿子到现在还感到十分震惊 长期关注亚裔骑士并成立报案平台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张华耀说 最常见的歧视是被咳嗽或吐口水 而在川普染疫后 共和党参议员Kelly Loeffler已公开指责中国 并且是被咳嗽中国冠状的冠状 或一位总统就说 中国冠状了川普总统 再次贵了国家 为了川普总统的负责 事实上根据Pew Research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 在新冠肺炎后约四成亚裔表示曾经遭到歧视 然而由于民族性以及难以成案的缘故 多数亚裔并未报案 因此张华耀希望透过政策和公共教育 来改善目前亚裔受歧视的严峻处境 华语新闻特派记者曾玉京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